在刚刚结束的东京二会之中 中国女排五远八强抵线助局 冲下堆是奥运最差战绩 在教组赛结束之后 主教练郎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女排奥运会的势力负全部责任 将卸任中国女排主帅之位 郎平的这一表态 让女排的选手实义提上了日程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虽然郎平只是单方面表示要离开女排 但东京归来后 她卸任女排主帅之物几乎成定局 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本次奥运会女排成绩太差 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郎平在继续指教下去 命子上已不好看 二是郎平已经61身体多次接受手术 在制造女排对身体的考验极大 三是郎平的血缘油人 多少有些僵化保守 这一点在本京奥运会上暴露得非常明显 因此综合分析 东京奥运会归来后 郎平继续指教女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球队不能没有主帅 在郎平离开成定局的情况下 女排的新主帅何时产生 从时间系列上来看不会太快 最早也要在陕西全英会结束之后 首先中国女排全体将是从东京过来后 按照防疫要求完成21天的隔离期 隔离期满基本上就到8月底了 因此在8月份女排新帅是没有时间考虑的 其次全英会9月15日开幕 女排国手隔离期满后 立刻就会转入全英会的备站 这样一来在全英会结束之前 女排国家的成员肯定不会集结 也就没有产生主帅的必要 全英会结束之后 很快又是新赛季的女排联赛 这期间会有两个情况 一是国家队新帅接触联赛考察筛选队员 二是开始为国家队东逊做准备 要完成这两个任务 就必须产生女排新帅 因此全英会女排比赛结束之后 很大可能会产生女排新帅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转发ordo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